词曲 李宗盛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职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都包含着 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豁出 正常人心 神的智慧 神的心情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 针对人的本职 针对人的徘徊心情 徘徊心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 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本是 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是神的 第一势力而言的 神作神盘的工作 神盘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 九道尽 人的本是神盘的 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座长期的 揭露对付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 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 真理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 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 对神幸福口普 而且对神有真正的 真正的人事 神盘工作 带来的事 神盘工作 带来的事 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事 带来的事 人对被你真相的人事 神盘工作是人 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是人 认识了 认识了 知道了 人的败坏失职 败坏更远 也是人发现了 人的臭恶罪恋 这些工作的国家 都是神盘工作带来的意 因为神盘工作 已失职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就是神做的 神做的 神盘工作 自然的愚膳 家族 赵博短 戴命 为神盘工作 則为神盘工作 祈求神盘工作 dude